再來看看這一個 再來看看這個 這個就是鏡頭的接環 再來看看這個鏡頭接環 因為之前有鏡頭接環有磨損 所以我們就直接做更換 那這個接環比我想像中還要扎實 還要笨重很多 整個非常非常扎實 接下來我們來分享這個 接下來來分享這個鏡頭接環 這個鏡頭接環就是之前就是鏡頭 後面有點磨損 所以我們就來把這個更換 那這個東西還蠻特別的 就是你一定要有故障的鏡頭 你才會有的東西 就還蠻特別的 值得收藏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鏡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鏡頭接環 這個是鏡頭跟相機之間的那個接環 這還非常非常的扎實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就是一定是鏡頭故障 你才會有的東西 所以還蠻值得保留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鏡頭接著 就是鏡頭接著 這個鏡頭接著